过去一年我是非常关注香港文体界 文艺界朋友的生活的情况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基本上一年没工作 我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可以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不是局限于香港这么一个小城市 不能只搞这些一次两次见面交流 握个手说再见 而且真的是常年有一个融合 有一个合作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比如说人才呼人 比如说说要资格的问题 很多文体从业者 在香港的资格考的教练牌照 其实在内地能不能有呼人呢 很多朋友跟我说 我想去珠海去演出 我怎么找那个场地的管理人 不知道 我怎么去安排观众 我在哪里卖票 这很实在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法律的知识 比如说一些教练跟我讲 我比如说我去内地教游泳 或者教其他体育 万一学生受伤了 那个保险是我背这个锅 还是我的总会 还是那个协会 这些大家都不知道 那如果我们要真的要 让他们在越港澳大湾区 好好的融入的话 这些哪怕这些细节上 我们多花脑筋去想 那最后我觉得品牌搭建也重要的 因为你要算传越港澳大湾区 要一些载体去跟人讲越港澳大湾区 我们讲越港澳大湾区九加二 但是如果你通过一个文艺节目 文艺嘉年华体育节目一讲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就很简单 比如说越港澳大湾区申办全运会 比如说之前都提过的这些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大湾区的文艺交流 九个城市轮着来做一个文艺的展示 这些都可以品牌搭建 我觉得也可以做多一些 整体来讲 作为我们中国一个大国 我自己看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第二次黄金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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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